第21回風景文學中將在5月6日到6月20日開放休憩 公開計算信息、三文、地評書書、尾書書、報道文學、電視電影局本、六位作品 今年中獎金高達8億萬新台票 王館長邀請全國的創作者 以中華議長和蘇社中華館洪透民政委主席 歡迎愛文學、喜愛蘇社創作朋友、擁有導購 今年中華風景文學中將文的主題是文字是最溫柔的海域 文裡就請求小水滴 每一個小水滴都可以變成和留在大海當中 中華館政府為了要援助風景有給的精神 和提供文學創作 由民國八十八年開始 每一年都會基盤風景文學中 和文學要好價和創作價有電限無台 提供老頂簽國台觀摩好黨的機會 讓文憲文學的黨團成 和化中華文學風氣 就由基盤和黨來提升中華文學追蹤 黃熙文學獎從我們民國八十八年成立一直到現在 有二十一年的時候 最主要就是要以我們彰化在地為我們的主題 希望我們在地民眾可以針對我們彰化 人文風情各方面能夠透過文字上的一個書寫 把對於地方的感情書寫出來 另外也是透過我們外縣市的人 一起來關心彰化的共同的議題 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也來發掘一些我們對於文學創作的人才 我們在這邊今年特別要謝謝 由我們康元老師 還有我們楊老師 以及富明老師 還有我們的向陽老師 他們來做我們這次的代言人 也希望透過他們的代言能夠廣為更多的人 一起來關心我們這個黃熙文學獎 讓更多有優秀的文學創作的人才 能夠透過這個平台 對於彰化的一些細緻的不一樣的描繪 彰化文學獎由彰化館文學獎創辦到現在 已經有二十一年 因為彰化文學獎真的都在彰化在地 那讓中華民眾有發表文學的空間 也接著還有外觀期的民眾 對中華館導致關注 第21次黃熙文學獎 今天立即是由1808年5月6日開始 到1808年6月20日 歡迎鄉隋民眾 能夠黃熙文學報名網站來報名 新中華新聞 北冰林中華 彩虹報道